沙溪古镇是风到达的地方 散落着生活的私欲 今天渔航打卡 刘亦菲和李县曾经的拍摄地 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十大古镇 也是刘亦菲李县邂逅有风的地方 沙溪古镇距离大理车程两个小时 过路费单程六十 如果你是一个人建议拼车最划算 沙溪古镇没有门票也不大 步行半天就能逛完 大家可以在每条街走走逛逛 旅行是一场艳遇 最后我们遇见了自己 爱喝奶茶的宝质们 跟你们分享一下 沙溪古镇有八王茶几 重庆版的李县正在请我们喝 找寻阿远追马的石板路 许红豆拍照的古代五星级酒店 欧阳大院 这里的话在古代 类似于现在的希尔顿 娜娜打工的地方 许红豆刚来云苗村 拖着行李走过的玉金桥 和手机被撞坏的拐角 如果你对云南人文感兴趣 古戏台是白族人民 敬奉奎心的建筑 新教室保存着规模最大 最典型的佛教秘宗 阿抓利寺院 去之前你可能听过这部电视剧 去完之后 你肯定会回家刷五遍 关注于它 让你对云南更有想象 我们下期间的音频